继续转发国内来关心邻里选战云林县查到了第一起的会选案 麦良相名代表候选人许汉郎疑似拿2000元向一名男子买票 而检方声压获准 但许汉郎家属今天下午和数十名的支持者一起到了地检署申请 要求放任 云林地检署查获五合一选举第一起的会选案 相名代表候选人许汉郎传出以2000元买票 遭到地检署传讯后收押 家属10号下午在大批支持者的陪同下 向地检署陳情要求速审速决 你如果是论了我们有嫌疑或是有犯罪的这种 这个你们论定是你给我们起诉 你换出来让我们能够参与这个竞选的活动 许汉郎的家属出面陳情时不断喊冤 强调这2000元只是单纯的借贷 绝非用来买票 而且警方在搜索的时候并没有查扣任何物品 那2000块你去想一想 2000块可以买票吗 2000块就可以单选吗 那不可能的啦 云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黄彦魂 亲自出面接受家属的陈情 表示会加快侦办脚步 尽速厘清案情 联合报蔡维冰云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